好,高兴来到大家当中,在你们马康山堂应该是第一次来到大家当中 虽然这个礼堂我就来过好几次了,因为和浸会神学院有些互动 不过你们在培基中学那里叫什么堂?沙田堂,沙田堂应该是去过,所以有些亲戚关系 所以都能够在大家当中,今天就跟大家讲讲讲钱的题目 这个题目可能教会不是那么多说,除了讲十一奉献之外 我不知道今天带唱歌,那位领事有没有找过一些讲钱的诗歌 我想如果要找的话,应该挺难找的,不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那我们今天就思考一下这个钱财的问题 开始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吗? 主耶稣,我们再次多谢你,亲疑约,如刚才诗歌所说 你是日夜的看顾我们,白日不会伤害我们,夜间的战也不会伤害我们 我们想到这个世界有些基督徒,并没有我们那么安全 我们想到是埃及的基督徒,我们想到一些特别的伊斯兰国家里面的基督徒 他们面对的危险,我们对于我们有的平安,我们献上感恩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面对另一种的危险,我们是面对物质生活 将我们带来我们跟随你的信心的这个危险 保护我们,让我们真的行在你的真理上面 让我们将我们的钱财,将我们的时间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听到的时间,求你祝福祝福祝福耶稣基督徒 好,我们去回第一节 经文去回第一节 好了,这个故事也挺有趣的 就是说一个不义的管家 路加福音本身也是一卷 对我以前是读经济学的 所以对钱也挺有兴趣的 希望不是贪钱的人,是对钱有兴趣的 路加福音说钱是说得特别多的 四卷福音书是很明显的,路加福音很喜欢说钱的 包括今天的故事,所谓不义的管家 或者叫聪明的管家也好 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一个比喻 这个十六章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讲道的一部分 如果你有圣经,你很快去揭一揭 十五章一节说 众须利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和民事,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 十五章一节是介绍耶稣一连串的讲道 而这些讲道是跟哪些人讲的呢? 就是跟罪人和罪人 罪人有很多种 不过路加就好像特显税利的角色 当然因为在那个年代,那些税利 很多时候是向犹太人拿钱 就把税交给罗马人 但是在他收钱和给钱交上去的时候 中间就是一些所谓刮油水的一些机会 所以税利一般在当时被犹太人眼中 是一个声明很不好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今天想到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强国,我们都经常说贪污这个问题 当时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就是想到税利就是一批贪污的人 这些讲道是特别跟一些犹太人看不起 觉得很贪污,很爱钱的人说的 接着就很有趣,接着几个故事都跟钱有关的 十五章如果你看到第三节开始 就是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 就是那个故事 当然我们经常说这个故事 我们没有留意其实羊是很值钱的 99只不见了一只 就等于有个人是经营汽车dealer的 有100架车,其中一架车被人偷了 你明白大概多少钱的问题 那说完那一百个羊之后 接着就说浪子回头 大家很熟悉的故事 又是说个耳朵 把父亲都花了 那这些故事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留意一下何鸿燊的家 不知道前两年有没有留意新闻 就是欠遗产就不出奇了 何鸿燊的家就搞到他还没死 这些二房三房四房已经开始在争遗产 这些迟到要拍翡翠剧场 那些很精彩的桥段 那这些讲钱的东西 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些故事 那接着就到十六章了 十六章继续都是环绕钱的问题 那结束的时候 这篇讲到结束的时候 都很有趣的 如果你 刚才经文没有读 但如果你有圣经 你看到十六章十四节 就是耶稣说完这篇道之后 有十四节那里说什么呢 就说十六章十四节那里说 法利塞人士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者一切话 就痴笑耶稣 就是这个是 就是 路加是要把那个讽刺带出来 就是 那个点就是那帮瑟利 声名狼直 个个都知道他贪钱 所以 他们反而会去敏锐 就是他们会想一下自己 是不是有些真是很过分 很贪钱的地方 那些法利塞人 就反过来 他们都很被人尊敬 但是路加就要强调 其实就是心里贪钱 不过众人面前呢 就那个声名就非常之好 就是个对比 明白吧 就是你明知自己是坏人 都还有得救 你明知自己是 就是你以为自己是好人 人家都以为你是好人 那你坏了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没得救了 那这个经文是很有趣的 所以其实十六章一到十二节 都对我们基督徒都很好 是不是 如果我随便问你一句 你认为你是瑟利 还是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好人 我想你们没有什么 谁会说 我举手 到底是不是真的好人呢 好了 那我们回看第一节 就是个故事 这个故事 如果纯粹从一个理财的角度来看 就有很多问号 我知道我们主席是做生意的 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做生意 理财专家 如果从理财的角度 这个故事是有些很奇怪的东西 不过奇怪的东西 其实也有些意思的 譬如第一节 已经有些人有些奇怪了 耶稣就对门徒说 有个财主就有一个管家 就有人向主人告诉管家浪费他的财物 这个第一节已经说到这个财主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他不知道他的管家做什么 就是不知道这个财主做什么 就是睡了觉 或者整天都去巴哈马斯旅行 就是把东西交给管家 他就什么都不管了 那就是要不知怎样第三者 就是传一下传一下就将他传回去主人那里 就说那个管家浪费他的财物 但是那个经文又没有解释 就是怎么浪费吧 但是你看上去可能他就是 大概都是规空供款那些 就是供款私用那类 不过总之这个管家 就是这个主人 如果你看上去就知道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个主人 实在太浅了 就是你要想像这个主人 是李嘉诚来的 这个管家就是其中一间白街 就是马翁山白街的经理 所以李嘉诚 是不太知道白街的经理做什么 因为他楼下太多一间白街了 就是其中一间而已 不过总之有人跟他说 主人就要处理这些事情了 所以主人就对那个管家说 我听到了你做的是什么事 这个是记住和合本1919的翻译 也比较奇怪一些 你做的是什么事 如果用回广东话说 应该是你搞什么 我听到一些你搞搞阵的消息 你在搞什么 应该是这样的 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 不能够再作我的管家了 从营商的角度来看 最后那句就很合理的 你不能够再作我的管家了 就是你本主要规空公 newborn 就是要来执弃的 今天也是这样做的 如果主席也会这样按证 如果你手下有一个经理 会执弃 但是上面那句就奇怪一些,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 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试过被人家炒鱿鱼呢? 就是你是做计划的被人家炒鱿鱼,有没有试过?有你都免得举手 但是如果你知道今天,如果你是做一些管理阶层的人 跟着这间公司要炒你,通常是怎么炒的? 就是你做工做到四点钟,跟着就有你的上司带着个护卫员 去到你的桌面前就跟你说,陈先生,今天做完你就不用再上班了 请你一个小时之内收拾了些东西,护卫员会站在那里看着你收拾什么 跟着他就会送你出门口了,就是现在是这样炒的 就不会事先警告,就是扫地那个就会事先警告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管理阶层的人,通常就不会事先警告你一个月之后炒你的 因为怕你干什么?怕你偷了你的商业秘密 就是说给你听白街经理,下个月炒你了 那你就会把公司里面的所有商业秘密抄在手上 然后你就过当去韦康做经理,就把那些白街商业秘密卖给韦康 所以避免这些情况出现,通常现在炒管理层的那些是看着你送你出去的 所以这个财主又不知道在做什么,他说我要炒你了,麻烦你搞清了一条数 其实就是邀请他搞搞震,这个财主给他一个机会 你发觉看下去,当然这个管家就没有浪费这个机会 他立刻做些事情去保护自己了 但是财主后来又赞他,这是很奇怪的,不过看下去才知道有个意义 当然这个故事不是教你营商,你不要学财主那样营商,那你就死定了 这个故事不是教你营商,是教你对我们的生命和钱财的一些看法 第一样,其实第二节或者第二节好像告诉我们 神将钱、钱、生命和时间交给我们 我们有自由去运用的,神就好像第二节说 我们将钱已经交给我们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所经管的交代清楚 我们现在经营我们的生命,不包括经营我们的钱 我们要想清楚怎样用,有一天就要跟神交仗 不过直至跟神交仗以前,就是说我们在现在这个生命当中 今天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有自由去做 如果你要浪费,真的浪费得到 你要浪费你的生命,走出去不会有来打死你 那你自己浪费就自食其果 例如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个女儿,我有三个女儿 我家里四个女人都是四围陪着我说到的 不是她身体而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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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你的孩子是不是正常的青少年人 正常的青少年人就会很喜欢看一些拿着手机看东西 在乎看什么,她是女孩,看日本的manga 那些动漫,各式各款的动漫 她是正常的青少年,所以浪费了时间看动漫 我是正常的父母,所以我又会跟她说,喂,你在这里不要这么做 你花这么多时间,不是不让你看,不过你一看两个小时 你很快就考试了,还有两年就DSE了 不过对我的女儿来说,对一个青少年人来说 两年之后的事情和二百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对我来说,我这些老鬼说两年之后眨眼就两年了 对他们来说,两年之后到时才算了,他们的心态是这样 他们是有永恒生命的,在他们的心理上 但是我常常提醒他们,你们浪费了的时间都不能追回来 不过这个时间老实说,老爸是迫不了你温书的 就算迫到也无谓了,我也不想做什么 Tiger Mom, Tiger Dad,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Tiger Mom, Tiger Dad 不过就算我做到Tiger Dad也好,她是Elephant Daughter 都是一脚踩死这只Tiger的,所以迫都迫不了 不过她就要想清楚了,两年就是了 那她怎样用呢?两年之后见结果了 这个经文都要提醒我们,我们怎样用我们的钱呢? 真是有自由的,你去拿钱去吃光 香港是很多花钱吃东西的机会 我发觉,譬如我两个女儿 整天都看Open Rice 如果你喜欢喂食那些,多少钱都不够你赚来吃 现在我女儿十八岁生日,二女儿前一年十八岁生日 她说十八岁很特别的老爸 所以一定要很特别的庆祝 很特别的,一生人一次十八岁这么特别 终于一生人第一次吃淮石料理 大家吃过没有?淮石料理 最贵的淮石料理是三千元一个人 很快就可以用你的钱了 无论如何,总之你喜欢怎么用你现在的钱 你用来奉献教会也好,你用来吃淮石料理也好 你用来拿一张一百元,我们点烟也好 像那些电影那样,你可以的,你真的有自由 你自己去决定 不过这个故事就叫你想清楚 是你有自由的,但你想清楚 有一天去到神面前,神问你的时候 你怎样回答他 好,下一节 第三节,是不是可以按这个? 管家就心里说 主人辞我,不容我作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呢? 坐对妈,没有力气,土饭妈,害羞 我知道怎么做了 在我做不了管家的时候,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第四节,当然就说了一个近东的文化 就是很怕欠人情债 我们当中,你们最年轻的那些走了 我们在这里当中不是最年轻的那些 你都应该明白中国人说人情这件事 也是很严重的,不可以欠人情债 你知道,譬如,于是乎 他跟那些姨妈姑姑去喝茶的时候 喝完茶之后就怎么样? 接着就账单一来到的时候 就会觉出神功的了 一个就打泳春,一个打太极 要把那个账单抢过来 当然最高招那些就不跟你玩太极泳春的了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厕所 接着就给了钱了 这些是高度,这些是无影脚 可以这么说,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了钱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 很怕欠了人情债 被人请了一次吃饭 好像走身都不安乐 我试过有一次说我在美国 跟我外母和一些亲戚 我不知道是什么亲戚 总之是我外母的亲戚 不知道怎么样在美国喝了一餐茶 那次就外母的功夫厉害一点 下一场就唱了个标给了钱 他就回家了 坐车回家了 以为故事了结 谁知道15分钟之后 那一餐厕按门钟 什么事呢?送回一只烧鸭来 因为刚才打输了 所以不可以欠人情债 所以是不是都要送回一只烧鸭给你 没有欠你了 所以这个也是邓东的 这个也是反映同一的文化 那他要给一些恩惠人 就是让他被人炒鸭的时候 可以逐家敲门 就是说你要为我了 其实他在做那些 就是套用今天人的说法 就是叫做annuity 就是有没有人做保险经纪的 知道了annuity 就是说 其实他可以选择他有些贪的钱 所以他带到银行自己的币 可能是会没有了 用了 他现在等别人欠了他人情债 那些人就觉得终身都欠他债 所以他活到100岁 那些人都还在欠他的 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在买annuity 就是他拼他自己很长命都不顶 但是这个就是 反而第三节 对我们的熟灵意义 都可以值得再思考一下 为什么他要买这个annuity 就是买这个人情债的annuity 中文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你们不知道 没有人读保险 所以算了 整个小孩都给你钱 为什么他要买这个计划 买这个计划 因为第三节他反省了 第三节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了 我就不能做管家 那怎么办呢 坐地就没力 土饭 下日收 这个管家都很坦白 他的成功在于他知道自己的光景 这个管家其实都像我 我也像管家那样 50坏人 假如有一天我做了一些坏东西 然后李施敬跟我说 你收拾好书包 加上这个学期 你走人 那我就会和管家一样 这么想 死啦 坐地没力 当年的管家就拿个坐去坐 今天的人就拿个风炮 大家知道那些风炮 那些 我没拿过 我看着那些风炮一定很重 我看着那些风炮 那些露味震烂了 我的牙已经震了 那坐地 我又坐不到 拿不到那些风炮 土饭害羞 我也一样 假如我在 照道理 你没理由去王大师庙 你信基督教 那可以 我扎扎扎扎扎帝 你去庙 Black's廟 土饭 应 Jersey 不会撞到你们的应该 不过янary 如果那天不知道为什麽 你陪姨妈姑娘 你就不是去拜王大仙 你陪姨妈姑娘 扶他去而已 走到路上一半 看到李是�姐 为什麽在庙厉面前 土饭 那你忽然间叫声 李是wyn麦·斯 就是李是 stamped thì we could not know 那我就不知道怎样办 立刻要找个洞 转到地上 那所以那我跟这个 管家一样 如果钟神投票了我 不知道怎样 但这个故事强调管家明白他的光景 他能够做到管家的位置,他有机会去赚钱,有机会去养活自己和他的一家人 不是出于他有多聪明,不是有人排队要请他做管家 这个财主请了他之后,有十间猎头公司要抢他,另一间公司立刻抢他 他知道他能够坐这个位置,纯粹是出于财主的恩惠也好,出于财主的恩惠也好 总之不是靠他能够坐到这个位置,是一份秘密,他能够坐到这个位置 他有他的资源,他有他的能力,有这个机会去赚钱 所以他能够明白自己这个光景的时候,看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 譬如来说,我们世人通常就会这样想的,譬如你问一个世俗的人 你用钱,要好好用钱,拿钱去帮助人 世人可能有一个反应就是,我赚到钱是我辛苦赚回来的 我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你吹,是吧?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The Dark Knight》 这个中文叫什么,就是蝙蝠盒 第二集最精彩的第二集,《The Dark Knight》 第二集叫什么,就是说那个小丑那一套 我觉得是那一套蝙蝠盒最精彩的 如果你看过那个小丑的《The Dark Knight》有一段很精彩的 就是说那个小丑犯罪很厉害的 他就打劫了《Godden City》那些什么都好 银行金铺什么都好 他比叶继欢还比叶继欢的 什么都打劫了 然后他就整堆钱放在房间里面 然后他做什么,记不记得有人看过 大家不看这这么暴力的电影 非常坏的,看这这么暴力的电影 Anyway,如果你记得的话 你就知道《The Dark Knight》有一幕 就是他把钱放在房间里面 然后就烧了钱 然后他旁边那群麻烦 眼大大望着,有没有搞错 不知道几千万,你烧了他 那企团就说,是啊,我喜欢烧了他 你吹,那些钱是我赚回来的,我打劫回来的 我就是觉得这样花钱是最过瘾的了,烧了他 他这个故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钱 我的钱是我的嘛 我喜欢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喜欢怀石尿利,就怀石尿利 我喜欢去旅行,就去旅行 香港的人最喜欢去旅行的了 我有个朋友,就是我的女儿 就是另一个,二女儿 就是现在去大学了 中学的时候,在直子学校读书 他跟朋友说 有一次他的朋友跟他说 今年暑假又去日本旅行了 是一种碳式来的,你明白吗? 又去日本旅行的 甚至第六、七次去的,又去日本旅行的 我喜欢去旅行,我喜欢钱,我喜欢做什么 你管得我吗? 管家明白,他有的原来是出于恩典的 就是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有一些能力 能够赚到我们今天的收入 譬如你计数很厉害 就是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计数很厉害的人 就会赚到很多钱 如果你唱歌很厉害,也没什么希望 我不知道主席是不是唱歌很厉害 不知道你计数得不行 如果你只能唱歌很厉害,也没什么希望 除非你又很愿意跟有钱人吃饭 那又是另一回事 这个世界有某一些才能 你很厉害会赚很多钱 某些才能你很厉害也没用 所以就像我这些人 我最喜欢读历史 读历史可以赚到多少钱呢? 算了,放弃吧 读历史哪里有钱赚的 终神请我就不错了,很高兴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计数很厉害呢? 为什么你是计数很厉害,不是读历史很厉害呢? 那再问一遍,都是神给你的礼物而已 为什么你有机会读到大学呢? 你想想,假如你在非洲出生的话 你现在可能已经饿死了 为什么你有机会你在香港出生呢? 为什么你有机会受到你的教育呢? 为什么你有机会找到你的第一份工呢? 为什么你不会有车祸呢? 举个例子 就是发生一些事情令你做不到你的工作呢?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你发觉原来你有的机会 你有的能力 我们今天能够赚到钱多也好 少也好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这个财主当然就是神的比喻 都是出于财主的慷慨 都是出于神的慷慨 如果我们这样去看我们的钱财的时候 就完全不同了 譬如很多人就说 譬如十一奉献 不知道贵教会有什么教导 如果你觉得十一奉献多的话 你试试从你的角度来看 我们所有的钱都是神给的 本来都是神给的礼物 给回十一给神而已 我们自己拿回十份九 这样很差吗? 就是很多生命的东西 就是在乎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你是不是真的承认 原来我们今天有能够赚钱的机会 的才能 全部本来都是神的礼物 好了 这个管家就明白这个道理 下一节 怎么去下一节 OK 于是乎 管家就开始做他的古惑事 于是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叫来 头一个问他 你欠我多少 一百楼油 管家就说拿你的帐 就写五十 这样 接着再下一节 下一节 下一节 第七节 OK 就对另一个的说 OK 对另一个的说 看这里 又问另一个 你欠了他多少 一百石墨子 管家说拿你的帐 85 写80 OK 这里两个的所谓债主 当然这个故事 你看到这个是比喻 其实应该有其他的 还有很多人 不过就提了其中两个做比喻 就这样看 一百楼油 和一百石墨子 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你看新日本 他就逆了做四千升的油 就是第六节 新日本就逆了四千升的油 跟着第七节 这个 那个 那一百石墨子 新日本就逆了做一万公升的墨子 也不知道是四万公升的墨子 那四千公升的油 和四万公升的墨子 是多少呢 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不是农业社会 就是耶稣年代农业社会 但是总之来说 就是很多 你想想 四千公升的油 就是你去那些超级市场 买那些大罐那些 什么花丝 什么什么 什么 什么 大瓶 大概就是两公升 小瓶那些 长方形小瓶那些 就是一公升左右 所以四千公升 就等于 就是二千瓶那些大瓶的油 那样 总之就是很多油 那四万更加 就是你都很难想象 四万可能 你想象这个礼堂 填满了墨 整个都是墨 那样 总之很多 那多少 都可能我们都没有感觉到 因为我们不是农业人 我看过一些参考书的估计 总之我计过数 有多准确 不要管了 有时候都顾一顾 不过大概 起码我看的其中一本书的估计 你当一个香港人一个月平均收入万五元计 就是普通的工 万五元计 这样的时候 第一个人大概是一千日的人工 第二个就是二千五百日的人工 如果你再当万五元的平均人工计 就是第一个人欠了五十万 大概 第二个人大概欠了一百二十万 其实都不少钱的了 真的 除了买楼以外 如果说买楼 两个人都是买车位的 买不到楼 不过 如果你不是买楼的话 其实在说很多钱的了 五十万一百二十万 其实想告诉你 那两个人 就是这两个债主 就不是那些什么 我没有饭吃 那样 就是穷到孔没有饭吃 借钱吃饭那些 这两个是借钱去做生意的 也同时告诉你 这个财主是很有钱的 就是随便说两个人借钱 都说几十万一百万 不过财主有钱到几十万一百万 都很闲事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让我管家理算 那 接着管家做的事 其实他做的事 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做什么 我们知道就是他把那个债 写低了 就是本来五十万的 现在就说 夜五万本来百二万的 现在就说他八十万 大概是这样 不过呢 我们就不知道 为什么管家有权这样做 有些识经家就猜 可能他写低那几十万 其实是管家自己赚那份的 就是说 有些人这么估计 就是说 比如举个例 你问我借钱你做生意 你需要五十万这样 好 那我就借五十万给你做生意 不过呢 在那个借贷款项那里 就写你借了七十万 那你说那二十万去了哪里 我的咯 就是在我老板面前 就是你借了五十万 不过你对我呢 就借了七十万 所以中间的difference 就是我袋下袋的了 可能这个管家做的 就是把他那份取消了他 然后赚一个人情债 就终身让人去养他 无论如何 总之怎么都好了 不理到底为什么他能够做到 总之他做了这件事之后 主人就夸掌这不易的管家 做事精明了 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 美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这里就说到其实呢 当我们这个今世之子 就是说世俗人 去为自己的职业去计划 是很多计划的 是吧 就是香港人这样举个例来说 喜欢拿很多个license 是吧 特别做财务那些 保险经纪拿 就是地业、地产经纪拿 最好拿CFA 跟着CPA 还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 A 总之有这么多license 你拿这么多license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一样不行就做第二样 地产垒就做保险 保险垒就做第二样 是吧 什么都有 跟着持续进修 是吧 大家有没有去持续进修 就是香港的 香港的大学 现在都常是靠持续进修 去赚钱 就是那些undergrader 就虚钱的 四万多元学费 其实很便宜 香港的大学费 那大学哪里赚钱呢 就让你这些人 整天都持续进修 拿了一大堆degree 所以这里讲到 世俗的人 会经常去想 将自己如何增值 即是如何计划 一样不行就第二样 怎样有十年计划 提升自己 读上哪一行的教授 拿上master degree 跟着再学校长课程 当年都没有的 现在这叫校长课程 你读完才 預備有一天做到校长 会很小心去计划 但是耶稣就说 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基督徒生命 去计划过呢 不是说你要计划 做传道人 读MDIF那些 不过你想想 你怎样将你的基督徒生命 去增值呢 可能读一些延伸课程 不一定的 不过可能就是 你要在某一个 参加某一个团契 你想挑战自己 你是一个很古反的人 所以你特意要做青少年团契导师 挑战自己 让自己很成熟 你是一个好玩的人 你特意要做长辈团契的服事人 训练自己的耐性 什么都好 你有没有想过 你怎样去服事神 或者你怎样去一些任何计划 以至让自己的基督徒生命 能够不断去进步呢 因为你都不想这件事 星期日 这么早 11点来到乌溪沙 这个这么远的地方 11点来到崇拜 你已经觉得自己很伟大的了 早上拔自己起来 已经很伟大了 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想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为自己的基督徒生命去计划过呢 你的钱 好像这个财主那样 你有没有想过 怎样去给你的钱最有价值呢 教会11奉献 我希望你会继续给 除了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 哪些基督教机构 举个例子 或者一些持维机构 你想支持的呢 不是很被动的 不是说星期六买期 那样 有什么来到 那就扔个钱进去 通常我星期六买期 我都不知道扔了钱给谁 谁来 我就贴张纸 不是这些不用大路 而是你想想 你觉得神给你什么负担 是哪方面 你觉得神是想你那方面投入的 帮助非洲难民 或者帮助中都宣教 总之你有没有想过 你怎样去奉献你的金钱 是最好的呢 耶稣在说 很多基督徒不想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想很多东西 想很多的计划 但从来没有想过 怎样投资我们的生命 以至在基督的国度 我们的生命是更加有用的福人 我们的钱财可以在基督的国度的事工 可以多倍的增长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特别这里强调了一件事 就是说 有些东西就不是永久 有些东西用完就没有了 坏石料理吃完就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香港这么多餐厅 最好这东西吃完就没有了 有些东西就吃完 有些东西用完都继续有的 就很麻烦了 所以现在那些手机都很聪明的 那些做手提电话那些商人 做到那些电话过两三年 就会自动自服作私ゾLP 你就知道了 两三年他怎么会自动就要关机 就щ Best for거� 让你继续让它们看更多钱 我们有没有想法投资我们生命的金钱 这里讲到有些东西可以永恒的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祝福了一个弟兄、一个姐妹 将来到天上 这里就讲他被老板炒了鱿鱼 但是比喻就是有一天我们去到天上 我们还可以互相来多谢大家 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家里有些财政困难 你给了他一千元帮助他 这件事将来你们两个人去到天上 他会继续多谢你 永恒中也会多谢你 多谢你当年帮助他 那你就很开心接受他 有些东西传到永恒 这些东西用得有意思 我们有没有想过 怎样用钱可以传到永恒 有时候讲完这个例子 有时候用这些都不需要很多钱 或者所谓很特殊的机会 举个例子来说 给我自己一个印象深刻的 我的女儿大概 三个女儿最成熟的大女儿 大概他十岁的时候 有一年生日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 总之那次有时候得闲点 有一个下午带了一个大女儿去Pizza Hut 吃了个午饭 就是爸爸和女儿去約会 两个人去Pizza Hut 请他庆祝他的生日 做完就算了 爸爸做完这些事情就不理了 然后爸爸还是做其他事情 那些男人就是这样 做完就不理了 不过很多年之后 我现在的女儿去了美国读书了 大女儿留了一本日记在香港 这是他负责任 他留了一本日记在香港 自然邀请爸爸妈妈去看看 他那个日记写什么 所以看回这段经验 看到大女儿写了他的日记 我觉得爸爸真是好了 看了这一段 一个Pizza Hut lunch 就买到那个女儿的芳心 这个真是抵得烂 那几十元 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说很伟大的花钱 只是想想我们有没有刻意去想想 是多是少都好 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这样去用钱 是不是真的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有祝福的呢 不是多少的问题 是有没有祝福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多少都值得 如果没有的话多少都不值得 这个故事最后就说 如果在小事上中心 就会继续给大事你做 什么是小事大事 其实跟耶稣看上来 钱很小事而已 这些是新内物 真正的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精力 我们的才能 我们的生命 我们怎么用呢 这些才是大事 这些才是我们浪费了 没有能追回头的 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一起做个祖告吧